紳士鞋款,这个真的是Pin Lady的紳士鞋款 这个是仿皮的质地,不过它的材料的纹路 都是挺有效,挺像真的一个呈现 你看到是有些纹路在上面,黑色都有的 这个是一个这样,可以移动的 我拍摄的时候都是放在中间的,有时遏陷,可以放在旁边 这个位置不会很浪的,它都是持住在这里 这个放在中间的 正常发费,也不会很浪,因为它这个位置都有些 贴着鞋面这个位置 它是带亮的,有些像漆皮的效果 它配上了,白色就会明显一点,配上了明线做回对比 黑色就是全黑色的效果 我展示一只鞋籠里面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有cushion位 后端 这个flap 这个都包了边的 这些都是包了边位的 这个可能是胶水席 这个是胶水席 这个是胶水席 撕掉它 这个刮得掉的一些小小胶水席 它包边位 可以弄掉的,不像那个 这些包边也是做得很漂亮的造工 衬衫 有点搅 整个的款式都是斯文的风格为主 尖头的 它那个鞋型 属于Lady D的风格 有点后搅 有点后搅 有点前后 不算太高的 始终都是Lady D的风格为主 这个也是软身的 是的,软身的质地不硬斑斑 后端就硬一点 也是这个加固了的 鞋头也是正常的发挥 这个鞋身也是软身的 后端就有加固度 这个也是直上直下的一个款式 这个呢 这个呢,我自己就建议竹马的 为什么我有考虑呢 因为我刚才在看我穿240 白色我是穿235 黑色我是穿240 那你会看到240的部分 其实我后端的凸的位置 都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说肉肉脚的 本身就建议打一个马 但如果你说正常的脚的范围 我就建议选择 如果肉肉脚就建议打一个马 或者波子骨 都建议打一个马 虽然这个位置 它看上去好像很细 但是因为你是被它欺骗了 因为你看的是你看这个位置 但实际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都是比较阔身的一个风格 是的 这两个位置都是足够的尺寸 你觉得细是因为它的明线的一些 造工上的偷尾效果 实际的鞋笼也是比较阔身的一个状态 你看上去比较阔身 是因为它造工上有这个的偷尾效果 实际是左右两边都是比较足够的尺寸 但如果你说波子骨 或者肉肉脚就建议打一个马 如果你是正常的 就正常选择马的款 就已经OK的了 是的 这个我也是有点松动的 是的 我是穿着白色我是穿着235的 黑色我是穿着240的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是有点松的 是的 我穿着黑色的那个 是有点松的感觉 那我们再看一次它的款 绝对是斯文的款式 很有气质感的 虽然它是仿皮 真的虽然它是仿皮 但是它的纹路上 柔软度 或者它那个穿上身 穿上脚走的那个状态 都是舒适的 特别是后肘 虽然我说它后肘有加固 但是它包边位都是做得很细致 不刮的 虽然我现在穿着墨 但是我都真的有试过穿着 穿船墨 穿裤款 不穿墨的效果出来 这些位置都是包得很好 不刮脚的状态 选择得好 那么一个lady D的 那个绅士鞋款 你看我刚才一直是这样移动呢 其实我放在鞋头的那个流缩位 都是hold得住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喜欢搭鞋 sorry 搭副款 搭副款 有时想casual一点 或者型格一点 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但是基本上它都是可以hold得住 就是如果你想放在中间的型格 都是hold得到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是的 那么一个lady D的示范 那一会儿我都会再试多一次 搭副款 是的 做一个casual一点的style 那搭裤一定是漂亮的了 搭裤一定是漂亮的了 那么除了搭裤之外呢 我都会再试多一次 搭副的style 给大家参考的